Leo 聊世紀 天氣中科興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伊索比亞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最近有一場蠻有趣的競技場對決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11點鐘方向的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攻兵的攻擊速度 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只限於這個不攻兵而已 馬攻跟戰矛是沒有加速的 那他的槍兵呢可以在城堡時代 自動升級為重裝長槍兵 那後期呢也可以點下火炮跟工程工程師 再加上自己的金罐扭力彈射器 可以讓火炮跟這些火炮啊 母炮啊還有衝車投車 這個攻擊的範圍變得更廣闊 就是打到弱點傷害範圍更廣 所以伊索比亞人後期工程器其實也是蠻強大的 而且伊索比亞人呢他也有重裝駱駝 甚至可以點一下銀貫科技皇族血脈 增加這個駱駝跟這個寶兵 彎刀勇士的近戰防護力喔 對騎兵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情況還是可以適用的 但大部分喔 會後期轉大洛馬的情況還是偏多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不列典人 那不列典人出身點微大約四點多方向 他的文明特色呢是工兵的射程是最遠的文明喔 而且城鎮中心的造價木材是半價 所以開3TC 4TC喔造價非常便宜 那不列典人的後期呢除了長弓之外喔 也可以走這個步兵路線喔 槍兵或是配上一些騎士 三攻三防肉馬喔都可以打 雖然沒有品種稍微弱了一些 那整體打法來說跟一索比亞是非常相似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競技場會怎麼開局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不列典喔 不列典的開局喔 在競技場來說是比較正常的開局喔 會比較多一點喔 那這一次的競技場呢是四條路喔 四條路跟三條路的差別還是會有 那我是覺得四條路的打法 是比較穩定一點可以更快喔 大概24加2或25加2 都是可以很正常的上去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塔套這裡有沒有一個正常的升級方式 還是會有一些套路打法出現 好那先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這邊喔 伊索比亞這裡 他的豬 哎呦 路已經吃完了嗎 哇他路已經趕完了 他路趕完了 在外面已經在探路了 哇這個路吃的非常早期就搞定喔 哇這個路吃的非常早期就搞定喔 好這裡射掉野豬 好來看一下不列典這邊開始吃路 把路吃一吃 但是米漾也在吃 剛剛吃了一些米漾之後開始全吃路 路三條推一推 最後再吃豬 好20匹開始種田 好不管我有沒有這個 額肉可以吃 先種兩片田鴨鴨精 好那伊索比亞這邊點到封建全力吃 好這個野豬 好沒有打算先撒田 好那伊索比亞這邊喔很早就升級封建時代囉 好這個奇怪喔21匹加2 伊索比亞是可以升級上去的 好這個是伊索比亞的升級細節 因為他升級時喔會給100斤跟115喔 只要木頭夠喔基本上食物也會夠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升級 拉村民過來 敲了一個市集跟兵場 在中間這個位置 好伊索比亞特殊升級21加2 升級上去沒問題 那不列典這邊很極速啊 23加2來了 我們剛才說24加225加2喔 這邊是23加2 種3片田 好兩個人挖金礦 不點織布 不點織布 好升級上去吧 好升級上去 但是伊索比亞還是遙遙領先喔 可以看到這邊時間是來到了領先快要1分鐘 大約45秒左右的時間 那不列典人這邊是有點卡人口 所以先待會要補個房子 房子要不要補個前面呢還是要補後面 好補後面 好那現在農田已經圍了一圈田 但是一級伐木還沒有點 這邊不列典人有點 忘記這個科技了嗎 挖隻沒點 好一級 一級伐木也沒點 這會是伏筆嗎 好那有可能不列典這邊是想要直接開3TC 但不管他不要點3TC喔 這邊伐木場肯定是可以去點一級伐木的 這一點應該很大幾率是忘記了 對忘記了沒錯 一級伐木 二級農田 好先點了下去 直接來個二農二木嗎 好二級伐木要不要再補一下呢 好二級伐木馬上補下 那剛剛一級伐木士確實忘記了 好直接3TC二農二木 好這裡現在全採 木頭跟肉 黃金石頭全部斷 好再拉了兩個人來挖黃金 那這邊打法是一個很正常的 山農不交流不減聖物落馬的打法 這是我純龍 這個純龍打法 之前在一些職業賽裡面有出現過 直接三農 二農二木 然後3TC 然後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往前推進經濟型的壓力打法 直接壓寶壓在前面喔 然後對面五勝我 直接幫撿 這個情況是有的 好但他到這裡沒有打算要完全 讓手讓對方直接撿到這麼多生物 還是補下了一個軍銀 好要按槍兵去防守嗎 還是直接轉肉馬 好我們轉肉馬 肉馬兩個 雙馬就 好 恩農恩木的關係 所以現在木材的需求量其實沒那麼極限 待會農田可以再多撒一點 但是修道運的部分還沒有補下 先點了一個跟蹤技術 派了肉馬出去探個路一下 好這邊還是想要走一個打架路線喔 左邊的部分已經撿了一個生物了 左邊生物已經被撿掉 現在右邊這個生物也被偷摸走了 現在有跟蹤技術的優勢 所以這個肉馬是綽綽有餘 右邊的生物還是被幹了回去 下面這個生物呢 也被幹了回去 但是一旦生物被撿喔 地上的白色的點就會消失喔 所以塔塔應該是有知道這個生物被偷了 但是現在不知道被偷到哪裡去 所以下面要再看喔 你到底在哪裡呢 我走邊邊角角 會不會轉角遇到愛呢 遇到愛了 OK 但是這個生物也是拉回了非常遠的距離了 還算不錯 好到這邊 現在才開始撿到第一顆自己的生物 好這邊直接上了戰毛兵跟一擊射 還有爵士好劍 直接轉出雙射箭長 好雙射箭長 這邊肉馬還沒有升到新奇兵 可能也不會升 伊索比亞這邊免費升級 重裝長槍兵的優勢 已經顯現出來了 好搓了一下子 直接把肉馬給搓死了 但第二隻肉馬來了 小西槍兵的傷害 槍兵能不能保護好生女呢 就看這一波 看是沒問題 這個生物還是最後被順利的撿了回去 那現在可以看到伊索比亞是確認了 是直接拿到了三個生物 這裡生女再過來可能也是無事與補 那現在3TC繼續農 來了3TC樹地王 但是這個是有撿生物的版本 並不是不撿生物的路線 好布列典這邊看到自己生物打輸 所以現在決定轉了4TC 帝龍時代沒那麼早上 反正是比索比亞這邊 帝龍時代很早就上了 好這裡趕快前壓寶吧 壓寶又要在哪呢 好布列典這邊升級慢了 而且點了很多科技 這邊是要來等對手過來蓋寶 你過來蓋寶你要出事啦 我轉的是戰毛兵 你這個寶怎麼蓋呢 哎呀哎呀 蓋寶已經被預判到了 雖然我生死在慢沒錯 但我只要讓你蓋不了寶 基本上這波就是我賺 確實是如此 哇塔塔這邊直接是一個戰術壓制 也算是 預判對手的招式了 我早就知道你會3TC 減生物 然後帝王 插寶 那我則是走了一個4TC 轉戰毛 不走跟你一樣的路線 囤了一些戰毛兵 嚇死你 喔結果這根寶 蓋到頭部血流 又要再死個幾村 哇 沒攻破城門就抓掉了西村 很賺很賺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3級射滑雪出來之後優勢會很大喔 要不要 等一下3級射之後再走呢 知道現在就回頭 現在伊索比亞人經濟還算不錯 但是塔塔這邊經濟更好 但是兩邊資源量其實差不多的 現在不列電要贏的話 還是需要靠自己的工兵優勢 先點下一個義勇騎兵 要不要轉長弓呢 轉長弓優勢很大 戰毛兵先擋在前面 B退回去 本來想要補攻城器製造所 但是伊索比亞看到對方的戰毛兵數量很多 看看自己有點害怕 有三級射害怕 是我就A上去了 A就完事 但是伊索比亞這邊的戰毛師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不敢A就完事 但明顯是塔塔這裡比較多 等下的工程工程師 火炮準備要出來了嗎 這個時間點轉火炮 再等下儘管扭力彈射器 戰毛兵就會很難受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類似於 波西米亞的榴彈炮的弱彈範圍 那波西米亞的榴彈炮的弱彈範圍 已經有下銷過一次了 所以他這個弱彈範圍沒有像以前那麼誇張了 那扭力彈射器的殺傷力 其實跟扭彈炮是差不多的 這個弱彈的範圍 當然傷害值還是扭彈炮比較厲害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到地獄是在升級上去了 長弓兵已經點下 戰毛兵來到了三十幾隻的數量 好29隻 要小心 長弓兵數量還不夠 現在數量只有4隻 戰毛兵 沒有辦法繼續往前壓制嗎 還是要點個劇情投資機 現在戰毛兵來到了五個射排程 排個五個射箭場 狂出戰毛的路線 那波西米亞這次 這裡是慢慢轉出了長弓兵 火炮出來了 但還好這個火炮還沒有精冠技術 打起來還是沒有那麼可怕 反正是波西米亞這邊 優勢很大 伊索比亞這邊的戰毛兵一直一直的倒下 伊索比亞這邊的集結點 似乎是沒有射的很好 雖然戰毛兵一直在暗 但是被換的 戰損好像不符合成本比例啊 阿學點下了 阿學點下了 火力天長弓也即將出門 唉唷這邊直接滴扯門是甚麼意思 請軍入奥嗎 這裡補一個城堡 但可能會來不及 戰毛兵的殺傷力有點強大 現在這一波打起來會血流成河 戰毛兵趕快過來 一發一隻村民很賺 直接村民把費 吃起來 化學傷害很猛 好正面的長弓也被火炮打到有點頭破血了 先退一波吧 現在塔塔要趕快聚集長弓數量 跟正面的起兵的傷害 還有這個防禦力 防禦力要先優先提升 只要有三級馬海的話 戰毛兵怎麼打這個肉馬都是一滴血 所以不列顛人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對於打戰毛來說還是很夠用了 好 殿下的清洗兵跟一公 現在不列顛人走了一個肉馬路線 農田的部分沒有再繼續灑 而是來到六片田就停 如果他要繼續走肉馬路線或是戰毛的話 田就要是來到六片田 會比較更穩定成的 但我覺得現在已經也不錯了 五十一片田其實還算是OK的狀況 不會太說說你的肉會直接爆表 OK那現在 不列顛人現在還是有點缺肉的原因 是還沒有點下戰狼號 之外呢 這個金冠 不是金冠 這個金瑞 長弓兵 金瑞長弓兵還沒有升級上去 走的是長弓路線沒錯 但是存在了後面 並沒有去前線作戰 長弓躲在了後面 防止伊索比亞這邊任何的火炮壓制 或是肉馬的輸出 好這邊請騎兵上去 對著這一些的火炮 就是一頓輸出還順利解掉了 右邊的僧侶不理 好直接走了進去 到老一波 這時候捕獵甸就可以往前拆寶了 現在伊索比亞會要顧後方的這些肉馬的問題 巨頭趕快往前推 好慢了大概幾秒鐘但還可以 現在火炮這裡要趕快點掉 長弓點火炮非常舒服 一樣都是十... 他是十三點射程 長弓是十二點射程 走一步就能射到 還是ok的 好不利電現在射程優勢非常巨大 伊索比亞這邊黃金雖然多 但是沒有有效可以抵抗對方的組合打法 好金瑞現在轉馬 轉這個大陸馬 就會被長弓給射爛 也會被戰毛給投爛 好天然只能一... 投靠火炮了嗎 伊索比亞就算走工兵路線 也沒有辦法 克阻福利電這邊戰毛兵的傷害優勢 所以伊索比亞還有另一個選項 就是走彎刀勇士 走彎刀勇士的優點 移動速度快 而且不會因為對手 這個肉馬的優勢問題 就被反制了 而且到家來說產能速度夠快 普利電沒有拇指環 射擊速度夠慢 只要轉彎刀勇士 就還有機會可以突破防線 反正是走肉馬 一定是沒機會的 畢竟也沒有品種 甚至比普利電還爛 沒有三級馬卡 現在伊索比亞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玩世點下的精銳彎刀勇士 好 這裡就來到了正常的一個天梯對決了 兵種的相互克制 我的文明能打什麼 你的文明能打什麼 兩邊都已經知道了 當然普利電也知道 你可能會出彎刀勇士 但是即使你出彎刀勇士 長弓兵的射程優勢依舊是不變的 而且肉馬這邊傷害也可以繼續往上點高 好 好 這裡繼續補下去 巨型投資機往前 小心 這裡會不會手撕巨頭呢 拉一些戰毛過來救一下 OK 手撕巨頭 有看到 這裡巨頭可能會被拆掉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修理 散工點下 補利電這邊補攻防補得很快 伊索比亞這邊攻防稍微落後了一點 現在補步兵有點慢了 好 但這一波要成功衝鋒 萬段武士的話 至少要來到三四十字數量 才可以正面打贏 好 而且戰毛兵還不能斷 所以伊索比亞這邊應該 是要繼續多撒一點農田才對 50片田贏盡無法支撐伊索比亞的這邊戰術轉兵 所以現在一定要撒更多的農田 萬段武士才會不能穩定量產起來 好 那農田的部分加力還是有點烈烈弱弱 反正是木頭有點爆量了 來到了三千多木頭 好 我們來看一下市集的價格 現在是多少木 欸 等一下為什麼你沒有補市集 有有有在這裡 然後木頭價格是59塊 其實伊索比亞也可以多賣一點木頭 去換取更多的黃金來作戰 但是現在不管是出什麼黃金兵 優勢都不是那麼的巨大 趕快把農田拉起來轉彎道武士 再加上火炮的後面的輸出 會更好一些 然後彎道武士再繼續量產了 火力點優勢還是依舊巨大 長攻射程非常舒服 一直在用射程打擊對手 長攻兵的殺敵術已經來到了44隻 已經超過自己隊伍的殺敵術了 伊索比亞轉強奴 我覺得這邊轉強奴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雖然轉了強奴是可以有效對付肉馬沒錯 但是你轉了強奴之後 長攻跟戰毛兵的射程問題跟正面的抗陷問題 依舊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這邊最好的辦法還是轉彎道勇士 彎道勇士的話就可以萬減一漏馬 還有戰毛兵 長攻只要被我貼的到我就可以一波帶走 正是能一波貼到的話 所以這邊後面要搭配的是戰毛火炮 彎道勇士是最好的組合 OK 那接下來看到這波長攻開始拉打 彎道第一時間拆掉一台巨型投射機 玻璃大砲傷害很好 再抓一條巨頭 沒問題第三台六百金獲得 彎道勇士獲得了很好的一個前壓攻勢 但是後方並沒有彎道在保護火炮 火爆前壓 本來是想要去攻城這個輩子 肉馬抓了個正早 但還好肉馬最後還是倒地了 OK 現在伊索比亞肉非常缺 戰毛兵海戰 木頭依舊是爆量 巨型投射機打破了一個洞 超超看到這個狀況 趕快把肉馬往左邊送 看可不可以從左邊送一些肉馬進去騷擾 不列顛正面的戰毛兵 開始有點沒有辦法聚集起來 長攻兵要曝露到危險之中了嗎 開始了長攻吃戰毛 他到這裡控兵沒有控好 要往後拉走了 開始了 開始出現死傷 現在伊索比亞 彎道依斯開始出現了強大壓制能力 弱馬四刀 就砍死 非常的舒服 但是左邊已經溜了一波 弱馬進來 伊索比亞有看到 趕快拍了一千彎道依斯過來應戰 雖然現在有 黃金怎麼突然沒了 蒸發的有點快 點下了三攻 但是現在木頭依舊是炸裂狀況 黃金的部分有點缺 要不要賣個一些木頭換黃金呢 木頭賣一下吧 四千多目 不賣白不賣啊 好 但是現在不累點 長攻優勢繼續發揮出來 殺敵術已經來到了八十隻的敵方單位了 好 巨星頭是有戰狼科技 直接砸 戰毛兵 但是戰毛兵好像無動於衷 你就砸吧 這樣我便宜 長攻非常舒服 還在繼續進攻當中 只要城堡蓋在敵人的圍牆之下 一所比亞這邊的防線 基本上是難以成立的 好 這裡彎道依斯數量有點少 看來這一波要繼續打出優勢來是非常困難 長攻一直把跑過來的彎道依斯給射倒 長攻這邊只要一直poke下去 彎道依斯就沒有辦法進攻 所以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不列電人拿下比賽設立 哇彎道依斯感覺是太慢轉出了 而且後面的農田問題一直沒有補習 所以彎道一直要按不按的 而且木頭也沒有賣掉 火炮的速讓也難以成形 被抓掉了太多台了 那後面的不列電巨型頭司機 雖然也是成功功成 但是後續的進攻 並沒有繼續往前 這也是因為伊索比亞的彎道依斯 確實給到了足夠多的壓力 所以沒有一直往前進攻 那伊索比亞這邊最大問題 可能還是轉型慢了一點 那競技場來說 後期還是打套路 或前期也是都打套路 只要這個套路打得好 基本上後期也沒什麼問題 那這把問題也 並不是因為套路的問題 而是轉型太慢的問題 而且伊索比亞對於不列電來說 在於這個射程也本來就是劣勢的情況下 只要正面沒有辦法 往前穩定推進的情況 基本上是很難打贏不列電人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不列電人拿下支援上勝利 木頭的話稍微輸了一點 石屋跟黃金石頭都是贏的狀況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嗎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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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